大家好,我是刘姐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爱吃大肠 爆炒、蒜火锅都很抠谈入味好吃 大肠的味道很好吃 但是很多人在清洗的时候很不愿意 清洗的过程觉得比较麻烦 洗不干净还很臭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清洗大肠的小技巧 很多人洗都是加盐清洗 其实这种方法并不好 按照我这个方法清洗大肠 几分钟就把大肠清洗得干干净净 不腥不臭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今天花了70块钱买了一套猪大肠 大肠虽然臭 但是价格挺贵的 我们这边26块钱一斤 这个大肠也是杀猪肠 简单的处理过一遍的 不然这个大肠会更臭 大家都知道大肠是装猪粪面的 这样处理过的猪大肠 表面也是粘胭的 闻起来还是臭臭的 大肠表面的粘液 也是大肠发臭的主要来源 我们先把它放入盆中 用清水给它清洗一遍 先将表面的杂质清洗干净 然后控水捞出 往盆中再加入一大勺的面粉 下手抓洗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可以把大肠表面的粘液 油脂脏东西吸附掉 多抓慢一会儿 这样效果会好一些 然后再用清水 把表面的面粉清洗干净 洗净感觉表面没有粘液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还有粘液的话 就要再加面粉 继续给它抓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 把大肠在控水捞出 然后放入盆中 然后往里面再加入一大勺的白醋 下手继续抓揉均匀 白醋能够有效的去除大肠的腥臭味 多抓揉一会儿 然后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这样大肠的表面就清洗得非常的干净了 清洗大肠除了要对大肠的外面 给它清洗干净 里面也要给它清洗干净的 从大的一头把它翻过来 然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往里面灌水 用这种灌水的方法 翻大肠很方便 一会儿就把大肠给它翻过来了 翻过来之后 可以看到里面还有很多的油脂 把里面的油脂给它撕掉一部分 这样吃着就不腻了 油脂也不要撕得太干净了 太干净吃着也不香 口味重的可以多保留一些油脂 一套大肠撕出了这么多的油脂 油脂我们丢掉就可以了 然后把大肠控水捞出 再把大肠放入盆中 往里面加入一勺面粉 把里面的粘液再清洗干净 同样是多抓揉一会儿 抓至不粘手就可以了 再用清水将面粉清洗干净 直到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 这样大肠里面也清洗的白白净净的了 然后再用清水将大肠给它翻过来 清洗大肠不能加盐 加盐会导致大肠缩水影响口感 翻过来之后 再用清水将它清洗干净 这样清洗干净的大肠表面没有粘液了 摸着很清爽 也没有多少臭味儿 清洗干净后放入盆中备用 接下来将清洗干净的猪大肠放入锅中 往里面加入没过大肠的清水 再加入葱段姜片 淋上几滴香油 再淋上料酒 开大火进行加热焯水 这样不仅可以二次给大肠去除腥味 而且在炒制的时候更加的入味 水开后转中火再煮五分钟 五分钟后将大肠控水捞出 放入盆中晾凉备用 这样处理过的大肠 无论是炒吃还是做其他的菜 熟的比较快 接下来再把大肠给它处理一遍 锅中加入一勺清水 再下入焯过水的大肠 再放入提前准备好的 花角 八角 白纸 炒果 山楂片 小茴 香叶 姜片 葱节 再淋上一点白酒 再淋上老抽酱油上色 生抽酱油体味 再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鸡精 最后再加入两块冰糖 水有点少再加入一点清水 然后搅拌均匀 大火煮开 煮开后转中火再煮十分钟 十分钟后控水捞出 装入大碗中 这样煮好的大肠我们在后期 无论做什么菜都可以自由发挥 好吃又入味 而且没有腥味 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个 大肠非常好吃的做法 爆炒大肠 先把煮好的大肠切成小段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两个清洗干净的青椒去地 然后斜刀切成马蹄片 再准备几个清洗干净的米椒 斜刀切成马蹄片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半个洋葱 把它切成洋葱块 切好后再将洋葱抖散 抖散后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块生姜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细丝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段葱板切成葱花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几粒大蒜切成蒜片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配料准备好后接下来我们爆炒大肠 锅烧热加入石油油 油热放入切好的葱姜蒜爆出香味 爆香后再将切好的大肠放进来 大火快速的翻炒均匀 炒干大肠的水分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勺豆瓣酱炒出红油 炒出红油后再放入切好的青红椒 洋葱块大火继续翻炒均匀 炒匀后往里面淋上生抽酱油提味 炒油提鲜 再加入一勺食盐 快速的翻炒均匀 爆出香味 爆香后即可关火 投入盘中美味继承 这样爆炒了大肠 抠坦筋道好吃入味 下酒又下饭 清洗大肠的方法大家有没有学会呢 主要是用面粉反复的清洗 做法也比较简单 按照这个方法清洗的大肠 简单快速干净卫生吃着放心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 关注转发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